在台北市大运替我国拿下羽球女单 换环金牌的世界球后代资颖 今天出席母队合作金库表扬旗下市大运优秀选手的典礼 出了原本的国光奖金 由有卡公司激励奖金 小代在货合库颁发共20万奖金 接下来准备赴韩国日本参赛 小代以球后之资带头力挺式大运 帮助羽球队夺得佳击 他的脸猪粉丝团在市大运期间也暴增13万人 一举突破20万大关 小代除了感谢银粉的支持 也说自己还不太习惯有这么多粉丝 带子颖舍事锦在旧市大运 球后宝座依然稳固 下周他又准备踏上征途 小代说去年我带日韩的比赛都没有表现得很好 今年还有继续进步争取积分的空间 希望延续市大运的气势继续巩固 已经盘踞41周的球后宝座 何库旗下好手这次在市大运表现优异 以羽球桌球两大团队为首 共斩获四金二银六桶 今天特地举办表扬典礼 包括戴姿颖与球王子 王子维与桌球好手陈建安都出席领奖 何库董事长廖灿昌表示 希望何库运动员可以继续为国争光 球员退役不论当教练或行员 何库永远都是球员的家 忠实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